嗨,大家見過的好嗎?我是水大 本期要來介紹的是布加迪的改裝調校密碼 以及底盤車輪的調校數據 車子目前的改度是ECU3接21改 改裝的調校密碼是32132 引擎用充斥校準可以更有效的去做到起飄 並且可以防止飄移的過程會有斷飄的情況 布加迪是個加速怪物 不用太擔心用充斥校準會有急速不夠的問題 我們要先解決的是過彎不夠順暢的問題 輪胎建議使用軟胎來增加平轉的能力 雖然使用硬胎可以更好的起飄 但是在直線上想要平轉修線的時候幾乎是轉不動的狀態 也可以考慮使用中性胎 這就看個人的操架習慣了 電控建議使用保守傾向 用均衡和機靜都會太滑 導致會很容易發生外炮的情況 但如果是比較低改的布加迪 或許使用均衡或機靜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操作手感 建議夥伴們都可以去試試看 底盤和車身就用主流的賽道懸吊以及低重心 因為布加迪操架起來會覺得手感很硬 車身對於操作的回應並沒有像GT或者是C8那樣 那麼迅速立即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兩個設定是比較固定不便的 再來就是底盤與車輪的調校數據 懸吊高度 前輪-15 後輪-10 輕腳 前輪-4 後輪-0 車輪輪距 前輪-1 後輪-5 車輪的寬度 前輪-9 10 後輪-5 6 車輪的直徑 前輪-96 後輪-115 這個調校背後的原理我無法解釋 就只是隨著感覺逐步的去調校 總之這個底盤車輪的調校再搭配改裝密碼32132 我操架起來的感覺非常舒服 手感雖然還是會有點微硬 但至少有一定的平轉能力 想要飄移的時候這台車也可以很輕鬆的起飄 用太激進的操作方式 它也不會突然爆起失控 以基線組來說我覺得穩定度是數一數二的 不過這套調校套餐只適合像我這種不使用撞強固案的車手 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最快的圈速 目前布加底最強大的跑法是軌道車跑法 直接一路摸著牆壁過彎的那種 那個速度真的快的離譜 但很可惜我這裡只能為你呈現比較一般的操架方式 如果你想要去追求版本答案 只能去請教大神級別的高手 那麼接下來就請看看調校後的實測結果吧 首先我們先進行一場實戰 哇 他怎麼那麼快 呵呵他超快的 這個人改度應該比我還要高 跟鬼一樣的那種 我一開始起步會贏他是因為我用了衝刺校準 所以我起步一定是比他快的 但現在這個速度差距直接拉開了 這一定不是在改裝調校上的問題 他的改度絕對比我高 那我現在已經3接ECU了 哎 哎 我在貪那個AYC喔 就不然失控了 我都已經3接21改了 他還可以比我快 這 他應該5接了我覺得 我猜啦 因為我覺得他過彎的線也沒有很好 他也沒有使用撞牆跑法就純粹是 沒有甩得很好 所以在過彎上呢我都會比他快一點 他先都比較歪 所以玩到多的情況我才有辦法接近他 只要遇到那種直線比較長的 我應該就被他海放 哎 還是沒辦法 好快啊 真的太快了啦 別緊張 我們已經很接近第一了 最後的機會 沒了 哎 幹嘛 急了哦 蹦班 我想說就剩一條直線了 他怎麼還開撞了 他在給機會啊 好猛哦 他感覺應該抽滿了吧 好沒關係 這是實戰的部分哦 我們接著再跑一個賽道體驗 選了一張賽道圖哦 讓大家感受一下這個直線加速的強大 這邊必須要小甩一下哦 因為平轉的能力太爛了 加油 甩尾的時候 我建議這個起飄的過程是放開油門的 會有比較好的轉向性哦 當然如果你比較兇猛一點的話 你是個很奔放的那種操架手法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全油門的 紅飄轉綠飄的開法 可是 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那麼好開哦 因為他的手感是比較硬的 我們放開油門是為了取得 那個更好的 甩尾過程的車頭指向性 但還是那句話啦 操架手法本來就因車手而已哦 我只是分享我的操架手法 如果我們可以參考看看就好 像這邊路彎角度有點不太對 或者是準備要外拋的時候 我就會放開油門 透過調整方向盤 去慢慢調整飄魚的角度 也可以延長飄魚的時間 讓它不會斷飄 像這裡必須要小轉 大部分的車子在那裡都可以進行平轉 但不在這平轉 真的就是他的罩門 沒有辦法 這邊來到了我們最強的直線 就算是大牛 也是望塵墨跡啊 好的 那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跑出來的成績怎麼樣吧 排名第九名 這成績好像還行啦 畢竟我們也沒有跑得多完美 那有許多夥伴都反映說 很後悔去抽布加迪 操作手感太硬啊 或者是被GT和大牛玩虐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下這些評論都還太早了 特別是你還沒有將布加迪高改的情況 這就是一台加速與極速都超強的猛獸 如果說過彎是他唯一的弱點 那我們的改裝調教就是要去修正他的弱點 那經過了許多的測試 也花費了不少的金幣 終於讓我找到一個 適合我的吵架風格的調教方式 再次分享給每一位 正在觀看本期影片的你 希望這對你是有幫助的 那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點贊 關注轉發給你的好夥伴 我是水大 感謝你